没有吃的欲望 没有男女的欲望 但是他可以保持很平静 就像天天在听交响乐一样 坐在阿尔卑斯山看风景一样 但是因为这样 这个也是浪费 为什么 你福报享受完了还不是要轮回 那你要跟他解释 你要慢慢跟他解释 所以讲到这一点 如果各位要修大悲心 既然讲的是大悲心 你对于天道28成天 你对于人类各种人类 包括非洲人亚洲人 你对于动物地域鬼道 然后36步鬼你都要了解 第18成地域怎么样怎么样 你要了解 然后你要一个一个的 为他们跟他们接触 了解他们的苦 找出帮助他们的方法 要这样 不能求快 你要有这样的心态 然后所谓成佛讲的是心态 而不是现在你称佛 因为你没有跟六道众生 结过缘 叫万行无亏 万德庄严 广度众生 你没办法称佛 但是你成佛以后 那这些结过缘的众生 才会到你的净土去成就 因为任何一个众生 要得到空性 不退大辈子成就 一定要见佛才可以 你没见佛不可能 没有见到佛陀 本人的人 证不到空性 除非你过去就证到阿罗汉 你过去已经证到了 所以你现在透过因缘 然后你可以恢复 但是如果你在佛陀时代 没有了就没办法 所以佛陀说 证法五百年 就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 证法五百年 还有人证阿罗汉 后面就没有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念一下 花开见佛 物无声 你没有见到佛 你不可能证得圆满的空性 这一点 佛经里面写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现在 就是要累积资粮 累积资粮现在叫 念一下 广结善缘 结孤魂缘 结动物缘 结地狱缘分 你都要 所以叫放生结动物缘 失识结恶鬼道缘 持咒结地狱道缘 就是要破地狱 摁切落地的杀不高 然后再把功德融入 所以我们经常学地藏王菩萨 叫恒河沙定 特别早上 什么叫恒河沙呢 就是地藏王菩萨 把所有的众生都当作他的父母 恒河沙众生 一一一一的要去度他们 包括地狱 所以你要观想自己变成地藏王菩萨 地狱打开 进入地狱的每一个城 去安慰他们 那个时候你会流泪如雨 但是好在你念着佛 乘着宝花台 一一的在安慰他们 一一的在度他们 这个叫我们的大乘的禅定 是一种慈悲的禅定 我们叫大悲无量 恒河沙定 那个时候你意念了地藏王菩萨的功德 自己变成地藏王菩萨 完全地做地藏王菩萨在做的事情 所以讲到第三种心 各位也不是很难 比如说你喜欢观音菩萨 从今天开始你不要扮演你自己 全然把自己供养给观音菩萨 好不好 刚刚讲的眼睛耳朵鼻子心态 整个生命都融入于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怎么想 怎么说怎么做 我就这样做 特别今天是药师佛加持日 圣诞日 那今天药师佛加持力特别大 那各位各位今天要多念药师佛 那大乘佛教 今天六灾日十灾日 叫什么来 释迦摩尼佛 功德加持日 所以这六天十天 都有一尊佛菩萨 或另外一尊的特殊讲 那天你要观想这尊 你也不能单一尊 就是说这个灾日 六灾日十灾日 今天这卢生那佛 哪一天是大师之菩萨 21号是地藏王菩萨 18号是观世音菩萨 那你要按照这样去观 去做这些事情 这个也是消除我之最快的方法 而不是扮演你自己 那你要把佛的心 放在你的心里面来 然后去做佛的事情 那最高的心 叫三昧耶戒 无上菩提心 不是一尊佛 念一下 十方诸佛的心 接入我心 行十方诸佛的事业 普度十方众生 那那个时候是 你是孤独的 全世界你是孤独的 但是你这个孤独 却把十方诸佛的力量 来帮助十方受苦众生 你是那个连接点而已 那这个连接点就是空性 完全放下 奉献给众生 供养给诸佛 这样去行持 不是光在那边看经典 念佛持咒 而是 你这样去做 世间的一切事情 你开车 代表 十方诸佛的车 要保护十方诸佛 一切众生在开车 乃是所有开车 而死亡者 车祸者 你要帮他超度 你要开始 很认真的这样做 所以礼敬诸佛 不是你在拜 你是带着所有的六道众生 在拜佛 你要观想 所以你要动作慢 你不能快 因为你要观想到 一步一步来 你要除非你观想很熟了 但是各位记住 就像我现在做个比喻 各位你想 你的爸爸 或是一个往生者 你的阿公阿嬷 你想 他就在你面前 为什么 我们的念头可以 阿公阿嬷 或是特别爱你的爸爸妈妈 你想 他就会在你面前 人的念头很特殊 那佛菩萨更厉害 你想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在你面前 然后你有什么事情 跟观音菩萨说 我那天有教各位 你念南无观音菩萨 然后你敬一下 一尊观音菩萨 你记住其中一个脸 你喜欢哪一尊观音菩萨 在你面前 然后你合掌 南无观音菩萨 你会看到他眼睛打开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乱看 没有 直觉 然后现在你有一个困扰 观音菩萨 这个事情要不要办 他会给你一个答案 他会给你一个感受 你好像听到一个声音 不是声音 但是是你心里听到的 鬼跟鬼不是用讲话 是用心 用心 你要慢慢念习 原来佛菩萨无所不在 比如说我做一个比喻就好了 你的往生的祖父 现在在哪里 如果你要确定 他有没有去净土 当你在打坐的时候 这个打坐不用花很多时间 就是你静一下 如果你看到你阿公现前 而且看到莲花 代表他就净土了 如果你看不到就没有 这样而已 但不见得说他不快乐 因为他突然给你一个影像 在笑 那可能是现在蛮快乐 如果他给你一个感觉 好像他很忧郁 还是苦 可能他在恶倒 这样而已 因为你跟他心是连在一起的 再来 而且你有请佛菩萨的加持 你想要帮助他 所以每个人都有佛性的力量 只要你静下来 而且你相信 你相信佛菩萨的力量 虽然我们是凡夫 但是佛菩萨的力量 可以透过你的信心展现出来 所以念佛当下就是佛的力量 问题是你有没有信心有必性 不用等到你成佛 如果样样都要等到我们成佛 那我们大家都会退转 而是你念佛 诵经持咒 用这一尊佛本尊的力量 就可以百分之一帮助众生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 很认真的去帮助众生 从这样一起去修 最后你也把我指给消除掉 福报要够 如果你福报不够 没办法消除 我指真正正的空性 这是一定的 你没有前面的布施磁戒忍入 波罗蜜来自人天福报 修得很好 你不可能有空性 那只是纸上谈兵 一个理论而已 所以这个福报就要靠你自己 以最圆满的心态去做 就像德烈莎兄弟说 用大爱做小事 用大杯心去扫地 去捡垃圾 去帮人家插桌子 任何一件小事情 不把它做好 就像各位你男生上个洗手间 让马桶盖放着 你就把它放起来 最好再把它擦干净 让后面的人进来方便 你千万不要说 我这个人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那你就会舍弃福报的机会 所以有一句话文书菩萨讲得非常好 凡是因缘都是助缘 都是老师 千万不要舍掉任何一个因缘 因为所有的因缘 如果一个人真实发起 愿成佛的悲心或菩提心 诸佛菩萨就一直在创造因缘 给你去弥补 给你去忏悔 给你去修福报 他一点都不会忘了你 但是你不能有分别性 你要认为这个是我的机会 这个是我的机会 所以飞机上坐你旁边 没有坐过你爸爸妈妈 不会坐你旁边 然后你要借这个机会 对他报恩 回向给他 甚至他可能来讨报的 但是你也借这个机会 来回向消费业长 你不要离开任何一个因缘 这个空服员 拿一个面包给你 他跟你有缘 不然他怎么拿给你 帮你开车的司机 都坐过你爸爸 所以那你要去 爱惜每一个因缘 千万不要断因缘 佛教讲说离开大悲心 舍弃众生 所说所修的法叫魔法 因为你已经离开了 一个基本的行为 这个叫法治 法治是什么 这个才对 我就不管对方 我要拿这个 我要得到这个 我要修这个 我要闭门找居 赶快把任言经研究清楚 清楚要干嘛 我讲经说法才觉得比较高 这个还是我慢 因为断烦恼 是要面对烦恼 才可以断烦恼 佛教使给你一个理论 那这个理论 你必须透过实修 那大称的实修是 面对众生 不舍弃众生的悲心里面 去看到对方的空性 佛性 去找到自己生命的责任感 所以各位这种多练习 我刚刚讲了 先看到众生的苦 看到自己很感动 很感受 就要一直练习 然后因为一个人要修悲心 如果没有同理心 或者说感受到众生的苦 那你没办法修悲心 悲心对你是理论 所以你要一直感受到 对方是如此 而且要多一点时间 去感受 所以佛陀讲一句话 升起一秒钟的大悲心 你的功德跟上帝一样高 甚至超过上帝 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 叫各位十米 甘露十石 阴共 因为那个时候只想慈悲 不吃给鱼 不吃给蚂蚁 里面这边的乌鸦 反正这些太多了 多多的去做 所以车子上 一定要摘一堆饰料 口袋要放一些米 车上要放一些干露水 因为要去慈悲了 所以要不断地去跟他们结缘 去爱上他们 哪一天你看到一只蟑螂都觉得它很可爱 你心已经快圆满了 一般的 女人看到蛇 代表你是蛇的心 对立 为什么 佛教讲的清净观 不管任何众生 你看到不是他的外表 而是看到他的本体 感受到他的苦 你要开始修这个 如果你只说 我是男人看到女人才觉得好看 漂亮的女人 看到其他都不好看 那个叫色心 执着 但是佛教教我们修 一花一草 一木任何友情 在我们眼睛都是感恩的对象 你要修这个 如果你不修这个 你会执着在那个点 比如说 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要出家 我说出家不错 但是我放不下 我老公 这个就严重 那你要怎么修 那你要修慈悲观 对所有众生去修慈悲观 去了解 慢慢你的爱就平等 那就可以 不然的话 事实上你执着你老公 就算你能够出家 对你也没帮助 万一老公又娶太太 你就跑回家 我碰太多了 他老公 他要出家 结果他老公 他就跑回来了 还有一个男生一样 他要出家 后来他女朋友嫁给别人 他就还属了 他受不了 他越想越欧 所以 因为他不了解自己 所以你要 所谓要生起大悲心 你首先要 要问自己 到底什么放不下 你要对峙 你放不下的东西 这个叫出离心 出离心不是理论